北京时间的五点十分 我已经连续第三天的早起了 看我今天带着谁 走 大家好,我嘴哥 有一个不爱睡觉的爷爷 然后又有一个不爱睡懒觉的老爹 就有一个不爱睡懒觉的儿子 这个是你妈四点的时候醒了 然后跟我说你还不去逛早市去 然后我就当真了,你知道吗 我就睡不着了 她把我吵醒了 然后我就把你吵醒了 大家逛早市,然后带你锻炼去 好吧 出发呀,大早上逛逛怀游城 走 儿子,你看看 左边的黄伟公 这爷爷 是吧,人家都在那已经 上班了 现在是早晨的五点十五刚 是吧 黄伟公洒水车的是吧 各种的这种 城市的那个劳动者都已经上班了 嗯 多么辛苦 学生就得负责学习 然后 每一个人都私之自己的把工作干好 对不对 嗯 嗯 儿子,你看看 儿子,你看看 警察上班了,看到了吗 嗯 是吧 嗯 所有人都上班了 你觉得很早 其实已经并不早了 爸爸以前在北京市里上班的时候 八年 从北京郊区 每天坐公交车 坐这个出租车 顺风车 到市里上班 特别辛苦耶 啊 这个往返 大概得用了七个小时 如果要是 早晨走 到晚上回来 七个小时 知道吗 多辛苦啊 一定得好好学习 知道吧 呃 呃,待会儿都体验一下啊 就是早起 也能锻炼小孩是吧 一会儿逛个早市 去公园再跑个五圈八圈 好吧 最近能长胖子 啊,锻炼一下啊 走着 这嘎了苹果吧 这是 多少钱 五块 哦,五块 哇 冬枣 各种东西 还用全会儿 这多少钱一斤 五块 一块 一千一斤是吧 对 你这有多少呢 这点我也不知道 我就好歹吃 咱咱咱咱 我就腰要吃 啊 这点都过腰了 大概多少钱 你这辣椒不压分的 不压分的 不压分的 是吧 你妈说想煎辣椒呢 给他妈的辣椒啊 行 好吗这个 嗯 这辣椒腿这么不烂是吧 这辣椒不烂 我两年都种了 这这还行啊 哪个上早去的 这皮不皮 这个 这个肉厚我没说吗 肉厚 啊 这那边 买一大猪 啊 让媳妇腌在那辣椒吃啊 我们往年腌过一次啊 今天再腌一回啊 山里的鱼鱼 刚刚我以为是杜琴呢 这这边应该叫欧勒吧 杜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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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琳也叫杜琴 昌平叫杜琴 杜琴 杜琴 有点叫欧勒 不是 欧勒是欧勒 这不是那个 不是 像杜琴吧 就是山里的葡萄 山葡萄 嗯 还不还不是那个 不是杜琴 不是杜琴 嗯 这葡萄怎么卖 那葡萄五块钱 不是你不跟我逛老师了 骑马去了 哈哈哈 你可真行 这是小萝卜椰是吗 对 怎么卖这 三五年 这咋吃 半吃 咋酱吃半吃都可以 哦 货架全是野菜 人心菜 这怎么卖这个 你那个 这玩 这三多年一多 那一大堆十多 哦 还不得卖呢 蒸大饺子一绝呀 哎呦 这早逝的酒的真好啊 多少钱一盆的这个 还是两块 瞅着你酒的就想买 真好 哎呦好嘞 想着买给大辣椒呢 这什么豆 大姐 这什么豆 油豆 哎呦这油豆好嫩 就在这 两块五一斤真便宜 你不便宜算吗 四块钱 就是吃 哥人家种的大冬果怎么卖 一块五 黄瓜怎么卖 三块五 三块五 黄瓜怎么卖了 黄瓜三块钱 都刚该的 都给我装 来吧 你妈吃的小不就就是短呀 大不就 哈哈 这葱长得真够漂亮的 背顺柳 怎么卖 三块一个 来一块给我 好 背顺柳 跟我儿子的个儿似的 哈哈 鼻盖超值 拿着吧 对就钻着 哈哈 不赖吧 自产葡萄 这个自产葡萄 怎么卖这葡萄 十块 就是一两块 没了就这点 早上一会儿 您这卖的是煎饼什么 对 山东那边的 不是 东北煎饼 啊东北的 是吗 对 东北煎饼 杂粮的还是操粮的吗 杂粮的 豆面的 小米高粮黑米大米 嗯 这馅儿椒是不是腌的 辣椒好吃 好吃 再来点这 一眼都腌的 大西瓜安排上了啊 买了一堆的辣椒 今天咱们腌辣椒啊 开始锻炼 全民健身啊 玩了的时候 我们都连老太子都走不过 那边还有 垂打自己的屁股 倍儿猛 跳箭子 踢箭子 跳石 吃 带儿子跑了三圈啊 搜搜的回来了 把辣椒拿回家去啊 你妈说让我买点鲜姜 跟那个香菜 还有葱啊 好嘞 走这 来吧 大家好我拐哥 还没下班呢 提前一小时回家 让我做腌辣椒 我也是闲的 大王五眼就去买菜 你真是疯子 他把耳朵 我也 把耳朵给带上了 儿子一会儿 那个早晨还跑了三圈 不赖了 这是锻炼他的意志力 懂吗 现在我的精神都没有困难 他也醒了 虽然没去 但是他也没睡好 真是 做不让睡觉 就这一天天 今天做腌辣椒啊 这孩子 一直得锻炼完了 是吧 辣椒咱也买了 去年咱们这个时候 就是做来的 就是八九月份 这就是辣椒还便宜 两三块三四块一斤 是吧 你要冬天买 十块二十块 你都吃不起 知道吗 知道 你要十块钱好价 您弄好价 五斤拿了多少钱 那么贵 咱这买了一堆啊 也没花多少钱 三十块钱 一大堆 这个我妈已经把这个祖传绝学交给你了 你现在开始吃 我做的比我丈母娘还好吃 这是我丈母娘亲口说 比我丈母娘还好吃 我丈母娘说的时候 我做的挺好吃的 今天开始继续做 腌辣椒 大家可以学习的 走吧 现在目前的场景有点热闹 首先你需要一盆辣椒 哎怎么样 既有这肉厚的 还有这个二线椒 还有几线椒 这假的 我也不太懂 买了生辣椒 一种黑的 疯子 弄这么多辣椒 一种是前绿 香菜 还有香菜 加上香菜 加上香菜更好吃 这是我妈新研制的 对对对 然后 包了七八头大蒜 一堆蒜 然后这是 所以主要的 姜 然后给它切成姜片 得有姜 咱们现在目前先需要熬一个料汁 对 熬酱和汤的 起锅烧油 这个咱这辣椒最起码得有十斤吧 我不知道你买的 有 有这个有十斤 大家还留了一小桌 是吧 这有十斤 然后这油不能少了 油少了不香 它容易长毛 那得搁一斤去去买的 这点真难够 我们没有什么配比 就是约莫着来 您也是根据自己的辣椒量 对 农家做饭没有说什么一斤 几克 没那一双 大概齐 估计 辣椒清洗完之后 给它控干了 拿这个空调房这边吧 往那一搁 搜搜它 给它搜搜 油已经给它烧热了呀 下面给它转成小火 这边糊了是吧 搁点花椒 再买一把 再放点再放点烧 搁点这个大了瓣 好美 花椒再来点 再来点花椒 对 再来点 滚动 没干 放点香叶 没点香叶 加入金标生抽 再来点老抽 老抽给它上汁 让它入味 之前把火已经关了 要不然它鱼锅 这样把火给它打开 加入冰糖 再来点 冰糖是提鲜的知道吧 绝对好吃 加入食盐 来 来 来那么一丢丢啊 开始给它熬制这个汤汁啊 这个酱油汁 这个是最关键的 这是灵魂 把冰糖给它熬化了 一会儿晾凉 好嘞 这样就已经熬好了啊 大火转着小火 现在已经关火了 给它放凉就可以了 放凉了啊 香菜给它切成小段段啊 准备了两大碗的蒜 一大碗的这个老姜 新疆现在没有 要新疆 搁点新疆也不来 然后呢 辣椒啊 用手掰的方式 给它 揪成自己喜欢的那种小段 就齐活了啊 这个料水已经晾凉了 一会儿咱们开腌啊 腌辣椒 既好吃 还便宜 还能一储存 哎呦我这主动 腌不下了吧 你头你买这些东 装不下了大弄 买坛子去 哈哈哈 那怎么办 走吧 我都换上睡衣 要睡中午觉了 不行 现在看 现在看整个都换上睡衣了 不成 实在没招了啊 东西太多了 怨我了 买坛子 赶紧买坛子去吧 好 我跟你去 所有食材都已经控干了啊 辣椒 香菜 姜 蒜 真正的干干干了 对 真干了 真干了 老大你喝没喝多 没有 没喝多 我多了 我都 我都服了你们了 我喝多了 大碗喝完酒 非要腌那个辣椒 你说呢 回来他才凉凉 那不等凉凉凉 是热的 是吧 热的行吗大家 热的不行 哎呦 开始凉椒啊 把这个姜油汤子熬好了 大蒜片 直接浇这个 什么大蒜片 哎呦 看看大蒜片有没有食欲 有没有食欲 把你倒太多 哎 这个是姜片 来 糊塞 你就糊塞就得了啊 还有那些没人 真好多呢 哎呀 对 云中点的 你看我跟你说说这儿是吧 谁要见着这不留哈娃子 我都问你啊 这个东西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白天已经控好了 然后 非要说是明天早上烟 现在李大公主已经喝了 两杯白酒 三瓶啤酒 非要 下巴七瓶啤酒 他把球弄过去 那意思我一说少你也非得说 哎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道菜啊 然后属于什么时候吃啊 其实我跟大姐我俩研究半天 就属于那米饭刚蒸出来也不行了 是吧 就在属于到晚上的时候 那米饭千万别进冰箱 四凉有点温温热的时候 哎呀 就是那米饭就是白米饭 你啥菜都不能吃 我告诉你 你要不给我弄三两白酒 再弄一碗米饭 我告诉你 我招死你啊 李大公已经喝多了 大姐已经喝也快骂了 不是你快看我多了吗 看我的表情 多了确实多了 我都扶你们俩来 都已经喝多了 大姐你多了 你多了 非要腌辣椒 有点晕吗 还行 晕不通晕 有点 开始 哎 可想是这什么状 趁着这个醉意 哎 两个女士趁着这些醉意 然后 非要腌辣椒 把这个 辣椒 跟那个香菜 还有 这个 蒜 还有姜 这点我说有葱啊 没有葱啊 不能割葱 不能割葱 割葱 不对 对 啥不对啊 这今天是我的煮煮 煮煮煮 你喝酒了 我给你们弄这个调料 我给你们弄这个调料 问你用个葱 问个葱 直接往里招好吧 必须我告诉你啊 直接腌完这个小辣椒蒜姜片小 哎 香菜这小肥菜 多香啊 哎呦干什么吧 谁要跟你说吃了一碗米饭 就辣椒 我跟你说搞粥死的 绝了 来找吕大公主 哈哈哈哈 哎呦我的天呐 我有点流哈喇子 哎 越是这种醉意的朦胧 腌的这种辣椒 那才给我香呢 看看 馋的整个牛哈喇子 太香了 就是这个空气中弥漫着 从中午到现在 我都馋了 这料太香了 你们可以按照我这方法呀 好好腌着辣椒 完秋的时候 这个辣椒特别便宜的时候 趁着香菜 姜 蒜 便宜的时候 配点辣椒 一腌 绝了 腌了一回 哎 中国买的一个桶 买的一个檀子 还不贵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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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压多呢 也得不就十 有没有找短歌来喝酒的 你看 旅养公主 可以管酒管菜啊 完美也喝多了啊 得好吃 最上面还得压着石头呢吧 没有压工具 哎呦 这一缸 没有糟子你说啊 这个天神主菜 哈哈 走起 不行 还得到 把人没过 哎呦我的祖宗 哎呦 还有 有没有食欲啊 朋友们 怎么着 你还没过过的 你哪找块筋的呀 那一块 哈哈 找一块石头得了 我的祖宗 这一下 我这成本都好几百块钱了 瞅瞅 你看 哈哈 看 那一块石头 那一压 多好 你们看这缸啊 虽然 你们在视频里看上不大 这缸足度成50斤到60斤 这里边最起码的有30到40斤 再找几个石头往里压啊 就疯弹了啊 大叔 七天之后就可以吃了啊 腌辣椒 开脂疯弹啊 一般嘴急的人第二天能吃 要我说呀 七天以后 开弹 那才牛呢啊 腌辣椒 大家坐下来啊